最近幾天接連發生停電事故 臺電總監理王耀廷 前天無預警宣布辭職 今天臺電召開記者會 楊耀廷說會辭職是不忍同仁 遭到外界謾罵 延誤臺電被當成政治鬥爭工具 最後是臺電工會未留喊話 他決定留下 說到機動處 他更一度哽咽 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 希望他能夠繼續努力 不過記者會結束之後 下午桃園又再次發生停電事件 桃園的小人國遊樂園 二十二號中午突然停電 部分遊樂設施一度停擺 所新園區啟動法電及設施 遊客才沒受到影響 我出來看是都停掉了 很怕就是摩天人會有沒有人 不過我們過去看是東南 雖然臺電積極在七分鐘內恢復供電 但近期桃園接二連三停電 已造成民眾困擾 回顧這幾天 二十號在新屋區一帶 有九百九十一戶停電 十八號則有三起停電 最久時間長達七小時 十七號平鎮區 也有三千多戶停電 十六號在中立和歸山區等地 累計停電超過萬戶以上 停電事件頻傳 使得臺電成為眾矢之地 臺電總經理王耀廷 二十號無預警拋出離職信 拋出離職信後第三天 臺電總經理王耀廷 出面開記者會語氣哽咽 強調會離職是不忍看到 臺電同仁遭受外界謾罵 採用離職來捍衛同仁的努力 面對行政院長陳建仁等各界未留 王耀廷說他會留下來為臺電負責 王耀廷表示他延誤臺電被當成政治工具 更搬出數據顯示臺電近十年來已經將停電次數減少七成 他也將停電比擬成車輛拋錨 不管誰來做都一樣 針對 也再度喊話王耀廷 盼他接受未留 面對近期臺灣停電事件頻傳臺電總經理王耀廷 陳青辭職和經濟部長或次長無關 對於酸言酸語他會無所拒 繼續和同仁一起打拼 至於未來去留將留給新內閣決定 記者總道